在20的期间 中共政传曾安始奖 继续在东突厥斯坦执行 且先继的恐怖政策 作为新疆代表团 在10月20日的西蒙发布会上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并简称将继续贯持 反国共同中华民族意识的访证 据中国人民网报道 10月20日晚 第20节国会新闻中心 在5号广场举行 纪迹新闻发布会 所谓维吾尔自治区 当委附属纪 双川部部长 张群英语 莱泽清亥 宁夏等 中国省份的代表 一级参加了 积极参观 加拿大国会议员本周 将考虑意详性措施 以迎对中共对 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小熟民族的镇压 据《缓旧诱报》报道 由自由党议员 莱泽尔自治区提出的异响动议 呼吁加拿大为逃离中国 并居住在土耳其等国道 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一春提 提供一万个南民名额 给动议将在周三开始表论 中共政治剧请成员公布后 人们更加担忧习近平 将加强注重意识 心态取龙政策 并为此不惜 吸收经济增长 周日 习近平打破 县力获得第三人期 并发布了 由重症梦游组成的新的整治区 当委名单 香港故事周一暴跌 人民币瑞美元走转 香港基准单身指数 周一暴跌6.4% 创下2008年 是月月以来的最大胆热跌幅 美国司法部 始于24日 宣布在三个独立的案件中 对13名中国国民体处执空 其中两期案件 是在纽约洞区的 联邦法院提交的 在其中一期案件中 两人被指使 中国的情报人员被执空 试图阻扰美国政府 对一家围于中国的 传球践刑公司的调查 被告河国军和 王正被指控 试图指挥美国 执法机构的一名股员 获取有关证人 判证据和可能对 事案公司提出的行 执空的机密信息 英国前财政大臣 李希·苏纳克 10月24日 在竞争对手 退传的情况下 自动成为指证的 保守党领袖 并将解提 斯拉斯担任性首相 印度的社交美籍 和电视视频 总持着对 42岁的苏纳克 中共的新闻 大的印度身份和信仰 尤其受到关注 印度总理 莫迪在 社群网站 推特发问说 衷心祝福 斯拉克 我期待你成为 银国首相后 能和你就 传球议题上 展开密切合作 据中国地震剧 网站消息 当地时间 10月23日 22时53分 冬突厥斯坦 河天地区 比山县发生 无间一击地震 中国当局 尚未报告地震 在区的任何经济 损失或声明损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